现在的网站几乎都有提供一个叫做RSS的服务 这个RSS的服务可以让你不用经常去造访你所喜欢的网站 而是可以将它最近所发表的内容下载到你所指定的RSS的阅读器 一般来说Outlook也可以作为是一个RSS的阅读器 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把别的网站所发表的内容当作是一个mail来寄过来给你 透过这样子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别的网站所发表的一些内容 引用到我们的网站里头来 不过这里的引用还是保留的原网站的网址 所以当这些内容有兴趣的情况下点赞之后一般来说是会跑到发表文章的网站那边去 这一节课程我们就来介绍如何将别的网站的内容用RSS的方式把它收入到我们的网站里头来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外部的网站来作为我们搜取RSS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们来开一个新的分页 接下来我们来查询一下我比较喜欢使用影科技这个网站 好现在我们来到影科技中文版 在影科技中文版它的标题的右半边这边就有一个RSS的订阅 所以我们来点按一下点按之后呢现在来到了RSS的网页 它的网址呢是 ChineseEngaged.com.rss.xml 待会呢我们需要这个网址以及这个标题 一共两个项目然后设定到我们的网站里头来 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网站 来到我们的MyJuple7这个网站里头来 要搜取别的网站的RSS首先我们需要启用一个模组 我们先利用最高权限使用者身份进入到网站以后 接下来来到工具列上的模组 在模组清单里头我们要把Aggregator这个模组启用起来 勾选了以后拉到最下面把它储存起来 完成了以后一样的我们先在模组清单旁边看一下 有相关的权限要设定以及相关的模组设定 这两项要来执行 我们先在权限这个地方点开新的分页来操作 在这边 谁可以管理新的Feed跟检阅新的Feed呢 我们让管理新的Feed这件事情 由Administrator来操作 检视新闻的Feed也就是收进来的RSS的内容 这个我们让注册的使用者都可以来检视 最后设定完成以后拉到最下面来 再来把权限储存起来 权限设定完了这个分页我们把它关闭起来 再回到我们模组的管理界面这边来 在Aggregator旁边还有一个设定 一样是利用新的分页开启以后再进行操作 这样子会方便我们在上面做管理 现在我们的位置可以参考一下面包屑 我们的位置目前是在首页管理设定Web服务RSS联播 所以假如你是由工具列上面进来的话 那么你可以先点按设定就是这一个 进去设定以后再选择Web服务 然后再选择RSS联播 一样可以来到RSS联播这里的管理界面 首先第一个是收进来的内容里头 可以使用的HTML标签 这个我建议你不要去更动它 它这里还有说到 如果不是被允许的HTML标签的话 那么会被截除掉 再来是在每页里头显示的比数 我们把它改成是五个项目好了 再来是多久以后算过期 目前设定是三个月又三周 关于这个过期要清楚的作业 需要Chrome维护作业来执行 再往下 选择分类可以多选择还是利用勾选框 勾选框的话一次使能选一个 如果一个RSS进来以后 你会把它分成很多类 例如影科技你会把它分为是科技类 又把它分为是好奇类 这两类的新闻的话 那么你应该使用多重选择的方式来做设定 接下来是要把原来收取到的RSS的内容 它的长度要截取多少个字元 目前预设是600个 这个我们暂时先不更动它 设定完成之后按儲存 以上所做的是RSS联播 也就是将其他网站的RSS 收进来之后的一些基本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把影科技这一条Feed的管道把它设定起来 一样是在RSS联播这个管理界面这边 我们点按清单 目前是空的 没有任何Feed因为我们还没设 再来是关于这些Feed的分类 我们也都还没有设 所以我们先来增加Feed的分类 我们点按增加分类 或者点按这一颗新增分类也可以 这个呢有一个分类我把它叫做是technology 说明的话暂时我就不提供了 好按儲存 再来我再增加一个叫做生活 说明地方我暂时先跳过 好按儲存 再回到我们的RSS联播 现在我们增加了两类 一类叫做technology 另外一类叫做生活类 待会我们新增的Feed 就可以把它归到不同的类别里头来 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影科技这一个RSS设定进来 可以点按这里的新增Feed或者是这边的增加Feed 两个都可以 都会同时进来到RSS联播 新增RSS的这个管理界面 这个标题呢我们利用影科技这边 它本身的标题叫做影科技中文版 把这个复制再回到这边做为我们的标题 再来每一个RSS都是由一个网址所提供出来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影科技中文版这边 这个网址呢也就是你目前在RSS这个网页的时候 它所呈现的网址 把这个网址复制进来 再把它贴到我们网站的RSS频道这边来 把它贴上 更新了小时 暂定给它一个小时 不过你记得吗 在我们的网站中呢 Chrome目前设定是每三小时执行一次 因此呢你这里的更新间隔呢 比你的Chrome作业还要短 这样子的话呢 Juple系统会依照它每三个小时执行一次的时候呢 才会去影科技中文版里头去搜集它新的内容 再来是区块中的文章项目目前设定是五个 再来是这一个联播 我们准备把它归到哪一类 我们把它归到Technology这边来 再来我们点按储存 好目前呢Juple回馈我们 已经新增一个RSS feed叫做影科技中文版 好我们再回到清单这边来 目前有一个feed叫做影科技中文版 里面的内容目前只有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等待Chrome重新执行的时候呢 再把更多的内容收入进来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后面点按更新项目 点按之后呢Juple回馈我们 影科技中文版有新的文章 再来看一下这边目前呢有40个项目 如果影科技中文版的网址或它的标题你想要改变的话 可以按这边的编辑 如果你想要移除它目前收进来的项目的话呢 可以点按这边的移除项目 接下来我们准备再加一条由Yahoo所提供的新闻 所以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新的分页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台湾的Yahoo 再来我们来到新闻 来到新闻这个网页以后呢 请你直接来到最下面 在最下面这里呢有一个设定自己的RSS 再来我们往下拉 Yahoo新闻里头的RSS呢非常的多种 所以我们要从里面选择我们想要的一种 我们来点按生活新闻 现在我们来到了Yahoo情谋新闻的生活篇的RSS频道 待会我们需要这个标题以及呢这个网址 标题其实你也可以自定 不过习惯上我喜欢直接用它的标题 方便以后呢我可以直接寻找到它 再回到我们的Drupal的RSS联播这个网页里头来 我们再来增加一个feed 这个feed的标题呢我们从Yahoo这边的标题来取得 把它复制进来 再回到我们的RSS联播新增的这个地方贴上来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它本身的网址把它复制以后呢 回到我们这边把它贴上来 间隔时间呢暂停一小时 区块里面呢秀出最新的无比 分类部分呢把它归类到生活这边来 然后我们按储存 再来我们回到RSS联播的清单 Yahoo情谋新闻生活类的新闻都进来了 再来我们按一下更新 好里面有20个项目 都完成以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回到我们的首页这边来 由于目前我们已经打开了 Aggregator 而且也设定了由其他网站里头收入内容 因此呢在我们的打行区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有RSS联播 同时除了RSS联播以外 我们又设了两个RSS的分类 一个叫做technology 一个叫做生活 我们先来看一下RSS联播 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 最近所收入进来的相关内容 如果我们在点按内容的标题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新的分页来开启 目前在这个地方 好你可以看见呢 它会再跳回到影科技的 网站里头来 因为这篇文章呢是由影科技的网站 收入过来的 再回到我们的 网站这边来 现在呢因为 会有两三种频道的内容都被收入进来的 所以你如果只想看某一个类别的话呢 你可以来点按 例如说我点按生活类 目前这个是 归类在生活类的相关的RSS的内容 OK 关于由其他的网站收入RSS的功能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请进入下一节 在下一节的课程中 我们要介绍把我们的网站的RSS呢 提供出来